你們是從孩子王這個選秀節目裡面脫穎而出的小朋友 然後外加你們六位藝人朋友跟三十多位小朋友一起表演 有難度喔 其實開始的時候Jelly就是很怕的 會很大的難度 沒有 你們倆都是大小孩啊 可是不一樣 你們看起來也是好像小朋友這樣OK 還是年輕 他們的經歷真的是用不完的 六很厲害 除了我們兩個之外還有Ron啊 Lindas Elaine 還有瑩瑩 對對就六個人 就跟他們一起 其實還蠻捨不得大家 到最後一場的時候 我們打算說 我不會哭 因為拍很多節目之後結束了之後 大家還會再見面的 所以你不會有那個捨不得的感覺 可是這一次不一樣 我們在第三場的時候還沒演完的時候 看到小朋友全部都在哭了 這首歌的時候 很捨不得嗎 真的真的 因為大家都各自回去自己的家 就是就開始上課啦 我們就沒辦法見到這樣子 因為很多小朋友從外國來 有些可能從柔佛 冰塵 東馬這樣 難得及何 用多久的時間排練啊 一個月吧 一個月 而且每一天的練習都是 最少七八個小時 從十點到半晚五點 或者是十二點到七八點這樣子 每一天 所以我覺得 小朋友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他們比我們厲害太多了 是你們不爭氣是嗎 不是不是不是 好了不是 這樣感謝他們有幫幫忙嗎 就是每次 就是沒有埋怨 就是每次載他們 載上載下 就是為了孩子給他們 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然後跟他們一起合作覺得 我們真的輸很遠 他們的才華真的是 哇哦 跳舞丟得好 然後 唱歌丟得好 真的 而且很多很特別的才藝 一出來就覺得 哇 因為我們飾演的是村長 然後酋長 就覺得 哈醉長 裡面酋長的什麼都用會 就是說 翻筋斗啊 唱歌啊 什麼都好像舞蹈很厲害 可是 一講這句話就心虛 對 其實小朋友唱會比較厲害 真的 那有什麼很特別的 覺得要在這個 孩子忙奇幻之旅裡面 一定要看 很特別啊 就是說裡面的 其實裡面 因為音樂嘛 所以裡面 演的那些唱啊 都是我們Live唱出來的 現場喔 現場唱的 對 而且有一個 如果大家有看到歌舞劇的話 就會知道有些 講話 表達一些意思的part 可能會用唱的唱出來 我們這個劇也是有這個部分 然後 那個 曲啊 那個音樂啊 都是我們自己唱的 我們劉力人 然後一起坐下來 坐下來 坐下來一個小時 然後剪天資跟曲 哦 你們自己演 就是包括講話的部分 如果要唱的話 對對對 我們自己裡面就寫 到底要講些什麼 然後那個曲就一起想一下 就我們有一個 一個曲子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填 melody 上去跟詞這樣子 覺得 哇整個參與感很爽 所以是很好玩的一個節目 你們自己也很 enjoy 然後出來小朋友也很開心 也很值得大家看 重點是我們演完之後 很多家長就來問 欸有沒有下一場 有沒有下一場 這樣子 這是最重要的啦 我自己也想問 可是就是收到這個消息 嗯 我們一演完之後呢 馬上 就已經有下一場了 就會加場 會加場 會加場 會在什麼時候 還不知道嗎 還不確定 還不確定 因為上個禮拜 才完成了兩場 而且兩場下來 是好評如超多場 三場 三場大家都覺得 反應非常好 所以如果要看的話 當然我們也會在 年初四 二月二十二號 晚上的九點鐘 在Astro小太陽 可以看得到 耶 然後很期待你們 還有在接下來的 好幾天